好,來,來,你就發動,你就發動,發動,不要不要不要 97MR防風防水軟殼外套,限量上市,蝦皮賣場熱賣中 影片摩瑞士輪胎贊助播出 這時候我就要退,所以我就要退檔 你有退檔的話,你等一下會比較好起步,不用再退啊,對不對 你可以退了,不放離合,懂不懂 做Standby,懂不懂 因為你這個速度拉得下來嘛 你就拉離合器退以後,然後Standby變綠燈了,就可以走了,類似這樣 讓他先轉,大槌要先讓他轉 是不是沒退檔,沒拉離合 對,有拉離合沒退檔 可是你離合器拉到底就不會啊 你這樣子拉,不會拉到底,離合器不能用這樣拉 離合器是全直 食指要對 你可以後面小指不用 可是你要全直,要拉到底 對 對 你這樣會騎兩個小時才會到吧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啦 可以先退個一檔 因為你速度減速了,你就可以先退個一檔 因為等一下一定會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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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就可以再走 對,類似這樣 第二系拉的才能往前 好 好 所以你看喔,你要帶轉 所以你要先退檔 所以你剛剛可以慢慢退啊 先退啊 你懂的是什麼 那你等一下帶轉完 你是不是就一檔 一檔或二檔嘛 對不對 你最少退到二檔 好 第二系放開 才有煞車 對 好,然後再抓 最最後再抓 最後要抓 其實我沒關係 最少是有煞車的 你不覺得你剛剛滑速度很快嗎 對 你會超速 你會衝去撞人家 所以 煞車的時候 除非你覺得你的速度OK 很慢 要飄 要不然D&T要放開 就放著 讓它引進煞車 對 你就回油就好 然後就煞車了 就是踩下去 然後踩下去 蛤 就是先踩下去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退完擋就放開了 對 退完擋就放開了 好 你就退完擋就放開 然後 讓它引進有煞車 然後你再去 這邊再去煞車 不夠再退一次 夠的話就這樣子 然後差不多OK了 你覺得速度減下來了 可以是 你可以煞得住了 你再拉 讓它滑也都可以 睡覺要幹嘛都可以 然後你再拉了 再退擋都可以 可是當你速度太快的時候 離而去不要抓車 抓的只是越飄越快 就是撞 因為你煞不住 很多人犯錯會撞車 出車禍 為什麼擋車非常容易出車禍 就是 我跟你講 你手不要放在上面 原因是因為 他看到事故的時候 他手會去抓 可是那不是煞車 那是讓車更快 對 因為為什麼 你沒有引擎煞車 所以我才說 手不要放在那上面 會有壞習慣 對 你寧可直接 直接煞車就好了 轉彎的時候 不能這樣弄 轉彎的時候 不能這樣弄 轉彎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吹油跟煞車 其他都不要動 要不然你就會表演 陪練 所以轉彎的時候 轉彎之前 就要先做完 你懂的意思了吧 先退檔 進彎 減速 很正常 不可能是加速 所以進彎是退檔 所以當你看到前面是轉彎 你是要退檔 不是升檔 懂的意思吧 所以你只要進彎前 先退完 直線的時候離得去放完了 這是動作完了 接下來有應勤大車 你慢慢的吹油過都沒有關係 對 可是不要在彎中再做 彎中再做 就 來不及了 因為你拉離得去的瞬間 車子會變快 你就會往三下走 捷徑就出現了 等一下是上坡起步喔 很容易起火 這車怎麼那麼難騎 哈哈哈哈 這車怎麼那麼難騎啊 你還說你想要騎 這車怎麼那麼難騎 擋車本來就是技術的 手排車也是技術的啊 騎那個速克達自排的人 都會跟擋車的人不合 擋車人就看不起速克達 就是手排車人 看不起自排車啊 騎 那個沒有技術的傢伙 只會吹油門跟煞車 就這樣 你懂我意思吧 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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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下來幫我一下嗎 好 來來 對不起 你就發動 不要不要不要 What What the fuck 你先起來了 會不會停車了 瘋了 我會停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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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可以停車嗎 我現在可以停車 你放離合要彈一點 然後油門吹多一點就可以了 好喔 很想再跳腳 有跳腳嗎 有啊 有啊 白牌啊 白牌不會騎檔車而已啊 有駕照啊 有駕照啊 對啊 女生你會打檔車 在學啊 慢慢來喔 對啊 是白牌 他有白牌駕照 就要考重機先學 先學白牌吧 謝謝 謝謝喔 今天我好緊張喔 我剛剛在笑 你要怎麼做 我跟你講就直接再拉離合器發動 然後再騎就對了 再起步 你起步就是放離合器熄火了 不用擔心不用管 你直接拉離合再騎再就對了 後面車會扒也會 因為他們是自排嘛 他們當然就沒有差 可是手排車的貨車司機一些的 都不會 都不會巴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就是正常的 對 可是有一些自排的他們 根本不會騎手排車 他們根本不知道 他們就會一直巴巴巴巴巴 遇到新手就這樣 對啊 等他們來騎的時候 等他們來 開手排的時候 他們 他們就會 為什麼會熄火 真的 為什麼會熄火 為什麼會熄火 然後我們就要笑他說 幹你娘不會開啦 不會騎啦 廢物 你剛剛的離合器放太快 油門吹太早 上坡的時候 你就是油門吹多一點沒關係 離合器放慢一點點 慢慢慢慢 然後放 放到車會動了 然後才全放 然後油門吹多一點點 沒有關係 對 上坡起步就這樣 加上雙載 因為你往後嚕的力道太大了 對啊 剛剛往後嚕的力道太大了 除非你是檔位錯啊 可是剛剛那個應該檔位是對的 就是一檔 其實最難的是右手放煞車的瞬間 你要吹油門 對 剛剛就覺得右手放了 然後就一直往後嚕趕快踩煞車 對 就變成右腳要踩煞車 等於是右腳煞車 然後右手拿來吹油門 懂不懂 欸 我覺得我的人是越來越難了 這個怎麼這麼難 你還要考嗎 要不要放棄了 我覺得他們去考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蛤 他們去考會不會比較快一點 他們當然會快啊 男生不會廢物啊 他們就不用等了 沒有啊 你也是去報名去學啊 只是就是 可能人家一個禮拜就考 你可能一個禮拜還不會考 對啊 會在一起練 對啊 然後你就是 怎麼決定 真的不要等 報名可以一起報啊 才會比較便宜 然後 這架的就是學而已啊 啊 你就 你就沒有 就是沒有 情學啊 就是這樣啊 擋車本來就是要一直練一直學 交一次就會 怎麼可能 每個人都天才喔 你就直接一手有 拉球 我幫我跟你說 嗯 等一下有上波起步 你可以不要起步 你說什麼 等一下有上波起步 嗯 你可以不要起步這樣 對 你說哪一個 橋嗎 橋那一個 要下這個段子 過了大陸 過了大陸 就很正常 不行啊 怎麼會 洗我啊 人家在這裡面會緊張啊 我把不是這樣講啊 在教練場面不會有人叫 我不會有人按我喇叭 這裡有人會按我喇叭 會緊張 你不尷尬 尷尬就別人啊 我會尷尬啊 我會尷尬 可以幫我貼個新手架子嗎 貼全車的嗎 貼全車沒有用啊 人家不看怎麼辦 跟你說新手架子 怎麼可能啊 通常一般人講說 你新手上什麼路啊 死三寶 上新手架子 然後你們好險 再來 而且他沒有按我喇叭讓我停車 當勃急步喔 我教你 確定推完擋 右腳可以踩煞車 左腳就不用再換擋了 對 右腳踩煞車 你的右手是不是可以放 右腳踩煞車 右腳踩煞車 對 對 這樣就可以吹油啦 你等一下吹油的時候 你的煞車也要準備放喔 來 可以滾嗎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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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會勾到檔位 不知道 累嗎 好累喔 我的手太斷掉了 好累喔 剛剛警察有沒有搞死你 剛剛警察 就一臉關切的問我說 很想說這個白癡有駕照嗎 那是不是沒駕照 不會有駕照 白拍啊 然後你看吧 人家警察都問說 是不是沒駕照 我有駕照 然後沒看到他是掌車嗎 是嗎 他要來騎騎看 不會 他來騎騎看 你就在嗆他 說不定他會喔 好吧 那 我可以把全車貼 那個新手駕駛吧 我覺得可以貼一下新手駕駛 新手駕駛啊 新手駕駛沒有用啊 新手駕駛沒有用啊 你還是一個路上的三寶啊 你還是一個路上的三寶啊 他來我來貓 所以沒看我貼新手駕駛 還是要怎樣 就是三寶 就 就不會騎啊 你就不會騎 我跟你講 我剛才是標的汽車 好不好 請問一下 你還要考駕照嗎 你還要去考重機駕照 還是你要放棄了 那有點困難 想放棄了嗎 放棄了不會很丟 哈哈哈哈 這個 好吧 我騎回去了再決定 他騎回去了 騎回去再決定 你現在不想騎回去 叫我騎就對了 我們兩個一台車 不就是目的在這裡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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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回去再說囉 我剛剛好像要點了一杯 用汗酒的飲料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吃美式漢堡 就這樣啦不管 是7號水 不管了 就7號水 不管了 騎回去再說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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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á աս 飛